尊貴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間 明治之選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中合體 時尚生活觸手可及 生態空間 品味休閒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外家先是好男人 離繁華不遠 離大自然很近 黃虎井第二期五星酒店級拍文 7月9日公開發布 黃室之旅第七日 慰延夫婦低調抵達羅湖鎮 慰問當地的臨火災民 一項長達十年的研究發現 新移民駕駛時 發生嚴重車禍的比率 比本地人低接近一半 韓國平昌極大德國武尼克 和法國阿納西 獲得2018年東奧會的主辦權 歡迎收看星期三 7月6日的晚間新聞 我是劉家欣 新聞的詳細內容 多倫多市中心的Dundas地鐵站 即將開始翻新改建工程 並且可能因此更改站名 多倫多公車局主席 Karen Stenz 透露 公車局委員會正討論 對市中心的Dundas地鐵站 進行翻新改造時 接受來自企業的贊助 Dundas地鐵站的改造工程 預算為幾千萬加元 如果接受這項贊助 可以帶來幾百萬加元的收入 而作為試點方案 這個合作計劃 更可能被用於其他 需要改建的地鐵站 Stenz 透露 在Dundas地鐵站改建的時候 公車局可能會和Ryerson大學合作 該大學也證實了這個消息 如果方案正式落實 Dundas地鐵站可能就會改名為Dundas-Ryerson站 多倫多市中心一間寫字樓 昨天下午一名可疑的女子 將一個包裹送遞 包裹裏面有可疑的白色粉末 導致大樓內的職員出現咳嗽 警方今天對肖氏的59歲女子提出棄訴 這間寫字樓位於Parliament Street 在自由黨臨時黨魁李博 和安省議員穆雷的辦公室所在地 警方說昨天下午2時左右 這個含有可疑白色粉末的包裹 在大樓內被打開 有7名職員出現恆養吸收的症狀 報警之後大樓內的職員被疏散 而危險品調查組就隨即 一趕到現場調查 警方已經將包裹送去作進一步的化驗 而送包裹的女子叫Lillian Coburn 她已經被控以方知有害物品 和擾亂秩序的罪名 威廉夫婦的訪家行程進入到第七日 這對身份的皇室抗禮 今天去到早前租林火示弱的盧湖鎮 為問當地的災民和消防員 在5月15日 林火特集亞省小鎮盧湖鎮 幾百間房屋和店鋪被銷毀 7千名小鎮居民被迫離開家園 林火造成的損失高達7億元 而在威廉夫婦事先公布的訪問行程中 並沒有包括到訪盧湖鎮 直到昨天官方才就該消息予以證實 據悉 威廉夫婦一直沒有公布 會訪問盧湖鎮 是因為不想自己的到訪 而影響到當地的重建進程 皇室抗禮在當地時間上11點左右到達盧湖鎮 他們受到當地的民眾熱情歡迎 威廉夫婦走訪了當地學校 親切接見災民、消防員和工作人員 並逐一跟他們握手 在結束盧湖鎮的訪問後 威廉夫婦將進行短暫的修整 然後就會在明天前往卡加利 並會在星期五參加那裡舉行的牛仔節開幕儀式 這個星期五是威廉夫婦訪問加拿大行程的最後一天 他們隨後將會飛往美國的洛杉磯繼續進行訪問 本國油性工人的復工法案 已經推出了一個星期 但是油檢鎮壓的情況依然嚴重 現時仍然有很多民眾沒有發安時收到郵件 加拿大油證工人工會和油證公司都承認 目前郵件送帝還未夠及時 但是雙方都拒絕為此承擔責任 工會自責油證公司是在故意拖延 令送帝服務無法盡快恢復到罷工前的水平 罷工和停工期間 導致大量油檢鎮壓 但是油證公司就拒絕向工人支付加班費 現在快清理鎮壓的油檢 油證公司也承認 存在油檢大量鎮壓的問題 但是又表示 因為過去的一個月已經損失了2億家園 在處理鎮壓油檢的問題時 也都要考慮財務狀況 油證公司說 未來幾星期 油檢送帝服務將會恢復正常 不過工會就認為 需要更加長的時間 有些人可能會以為 新移民人生路不熟 不了解本國的路面情況和極端天氣 在駕駛的時候不夠安全 更容易發生意外 但是一項最新研究就發現 新移民其實是更穩重的司機 在安省 新移民駕駛就更為小心 尤其是來自中國和印度的新移民 他們發生嚴重車禍的風險 低至四成甚至一半 研究人員 在這項長達10年的研究裡 最終接近100萬名安省新移民 分析他們駕駛駛成嚴重車禍的比率 和安省長期居民有什麼分別 在研究裡發現 來自中國和印度的新移民 和長期居住在本地的居民相比 發生嚴重車禍的比率 要低四成甚至一半 這個結果 和大家普遍認為的 新移民較容易發生交通意外的觀點 正好相反 研究人員還指出 如果本地居民在駕駛的時候 能與新移民一樣 小心謹慎 安省每年因為道路意外 已導致受傷入院的5000宗病例 可以減少三分之一 研究進一步指出 新移民在抵達本國的最初幾年 發生嚴重車禍的風險最低 原因是 新移民日常駕駛的路程 多數都是短距離 而且他們駕駛時 車速會較慢 亦更加小心謹慎 加拿大癌症協會日前受到質疑 有來自各界的專家和學者認為 該協會將本應用於醫學研究的資金 投放在籌款活動和協會的管理工作上 來自密碼斯達大學的學者 巴安尼茨表示 近年來 加拿大癌症協會的預算逐年增長 得到的捐款也在增長 但用於醫學研究的資金預算 卻有所下降 有分析報告稱 在2000年至2011年間 癌症協會每年籌得的資金都有所增長 但將資金用於研究工作的比例 卻從2000年的40.3% 大幅下降至2011年的22% 而用於籌務活動的資金 卻從26% 大幅增長到42.7% 對此 越來越多來自各慈善組織的人士 提出質疑 而目前加拿大癌症協會 卻還未就這個問題作出正面的回應 WOW TV 雷戰日報道 專題國際方面的消息 今天 在南非德班舉行的國際奧委會 第123次全會上 南韓平昌 德國慕尼克 和法國阿納西 為了奪得2018年東奧會的主辦權 展開最後爭奪 最終 南韓的平昌 在第一輪投票裡面 直接獲得超過一半的票數 奪得2018年東奧會的主辦權 這次是東奧會第一次花落韓國 也是第三次在亞洲舉行 而之前兩次 就是在日本的窄房和場夜舉行 英國世界新聞報 涉聽綁架兇殺案的事件繼續發酵 英國各大報章今天就此重點報導 英國首相卡無論今天也表示 支持對該報的涉聽電話醜聞 展開獨立調查 英國警方透露 在2002年3月 一名13歲的女學生米利 遭綁架被殺害 傳媒大康麥多克旗下的世界新聞報 當時沽用了私家偵探 偵探木耳凱爾 曾經在案發之後撕聽米利的電話 干擾警方的破案工作 2002年3月 駕駛英國殺李棍的13歲女學生米利 在放學回家的時候失蹤 接到報案之後 英國警方當時展開了最大規模的搜索行動 當時受捕於世界新聞報的私人偵探木耳凱爾 撕聽了米利的手機留言信箱 當米利的家人和朋友的留言 都佔滿了留言信箱之後 木耳凱爾 就自己刪除部分已經蝕聽過的留言 等新的留言可以加入去留言信箱 這件事曾經令米利的家人以為 米利自己在刪除留言 所以他們相信女兒仍然在生 而實際上 米利已經被人殺害棄屍森林 在6個月之後 她的屍鞋被找到 而殺手也被判處終身監禁 卡梅倫今天在英國下議院講話的時候 就事件予以譴責 英國首相卡梅倫今天宣布 在明年年底之前 由阿富汗撤出500名英軍士兵 令住阿富汗的英軍規模 縮減至9000人 卡梅倫是在結束對阿富汗為期兩日的訪問之後 宣布這項設軍計劃 她今天在向議會發表的聲明中說 鑑於阿富汗安全局勢已經取得進展 英國將會在2012年年底之前 將駐軍數量由目前的9500人減至9000人 卡梅倫還表示 英軍將會在阿富汗設立軍事學院 幫助阿富汗培養軍事人才 英國計劃在2015年之前 將所有作戰部隊由阿富汗撤出 但是在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 阿富汗設軍計劃之後 英國政府一直面臨 將設軍時間提前的壓力 英軍目前在阿富汗的駐兵人數 有大約9500人 規模僅次於美國 阿富汗戰爭開始以來 已經有375名英軍在阿富汗上升 尼泊爾防暴警察今天 在首都加德滿都 驅散了為達賴喇嘛 公開慶祝76歲生日的幾百名狀毒分子 並拘捕了其中3人 加德滿都的警察發言人 證實了3名狀毒分子 今天被捕的消息 並說民眾可以私下為他們的領導人 慶祝生日 但是就絕對不能在公開場合進行 據悉 目前有大約2萬名狀毒分子 藏匿在尼泊爾境內 目前達賴喇嘛正到訪美國首都華盛頓 並在該地慶祝自己的生日 現在先休息一會 在殺後中港台灣節將會報導 張牧委員會指 東亞運嚴重超支是不可接受 認為港府難辭其咎 警方破獲一個家庭式藝鈔集團 檢獲大約40張面值100元的藝鈔 來評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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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